大家好,我是顾俊 今天我跟大家测试一下 世马ART镜头 再通过世马MC11转接环 转接到A6300上面的使用感受 那这会是一个很简短的视频 主要我就测试一下我前后移动 然后会产生怎么样的追焦效果 到底是可以接受呢 还是不可以接受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设置 我的设置现在是 世马24ART镜头 配上6级的剪光镜 然后所有光圈全开 五十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 然后打开人脸识别功能 所以理论上如果效果好的呢 我如果前后走动 它是能准确的追焦的 因为现在光圈是1.4 所以即使是24的广角的效果 应该背景也是虚化的 那至于追焦效果怎么样呢 大家就自己看视频吧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好多人问过我 试码ART镜头在通过 试码转接环转接以后 在索尼A7R2上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我都说就完全不可以接受 因为我也是经过测试的 就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但我后来发现在A6300上面 这个表现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看到 因为我现在使用的是 A6300的机身 没有搭配任何的监视器 所以我其实我是看不到画面里的效果的 那24端的话呢 其实是35的视角了 但是是24的镜头 光圈全开F1.4的情况 追焦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换一下 我手里这支51.4的ART 看看如果在更浅的景深下面的话 追焦效果会怎么样 好我们现在换成了50F1.4ART 那我说一下我的设置 我的设置还是跟刚才一样的 6级的减光镜 配上光圈全开 1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景深明显要比刚才浅很多 因为是在A6300上面 所以50其实在这上面的视角是75毫米 所以我要站远一点 大家才能看得到 那景深显然会浅很多 那追焦的效果呢 可以说是还是蛮不错的 我现在做的这些测试呢 其实都是在光线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因为我是在室外 虽然是一个多云的填码 但是光线挺充足的 所以我要开到光圈F1.4的话 我需要配上一个6级的减光镜 那如果是在室内的光线很暗的情况下 我个人试了一下 表现不如现在这么好 总体来说 那我觉得在通过 试码MC11转接这些ART镜头的时候呢 到A6300上面表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比我想象当中要好很多 但是呢可能也比不上 5D4或者EDX2代这样配上佳能原厂镜头 这样的追焦表现 另外一个也可能比不上A6300配上索尼原厂的镜头的追焦表现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不知道是试码镜头的问题呢 还是转接环的问题呢 还是两者搭配起来的问题 通过试码转接环转接了以后呢 在视频进行追焦的时候呢 它不停地会出现 镜头会出现噪音 追焦的杂音 那这个是刚刚我一开始购买 试码MC11这个转接环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拍照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追焦功能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在A7200或者A6300上面 使用眼部对焦功能呢 也会出现这个杂音 在视频上面的话 因为它是不停地在追焦 所以这个杂音就更加明显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机身麦克风 或者是机顶的指向性麦克风呢 基本上这个杂音都会被录在里面 所以音频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 但如果你像我现在这样 使用无线麦克风的话呢 离相机比较远 这个杂音是听不到的 除这一点以外 我觉得各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 效果还算是蛮好的 比我想象当中好很多 所以做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好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有兴趣呢 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可以转发我这些有用的东西 给你的朋友看 然后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名字叫悉尼顾俊 然后在下面可以看到 我Instagram的账号 可以关注我 好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